国语有生善书 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善书 广解无极皇母唤醒天经 主祝先佛为许非穷仙姑 许非穷仙姑将 圣世 祝书 广解唤醒 唤醒 唤醒什么呢 不是每天清晨唤醒肉躯上的机能 而是唤醒圆灵觉察的能力 世人或许认为觉察是每人具备的能力 为什么需要唤醒呢 其实世人确实具备觉察的能力 但受到世尘的污染 酒色才气已经不再仅是魔考 而是侵占了世人的园林或深或浅 因此 需要用此经文唤醒擦拭污尘 古时世人依照时序勿农 春夏秋冬四季来临不需要气象报道 何时播种 耕种 收割 收藏 兼然自序自得 农人甚至不需时钟提醒 随意皆可知道时刻 然则 现代世人因为便利及倚仗 先进器材 蒙蔽先天之灵 导致昼夜不分 时序不明 更因此无法觉察业力纠缠 尚沾沾自喜 以为文明至上 唾弃道德 如此恶性轮回 不止个人更以影响众生 唤醒世人觉察的能力 才能够明白夜历的存在 否则仍有世人谈论夜历 看不到 摸不着 隔壁某某人又是健身又是论到羞耻 还不是一命迷糊 夜历只是自己和自己荒诞的言论 但如能洞悉夜历的世人 明白前因后果 即知世人代夜转轮 现在看到的香不是现在的香 其人过去世一定是有令人发指的行为 今生才会有恶报 剧族唤醒觉察能力与否 在此可见一斑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在于大学之中其实已经严明修持的次第 以现代人的说法 就是先以道德规范自己的行为 端正的行为便能树立家庭身教 子女见贤思奇 出入社会逐日以德润他人 社会就能祥和 在拓展至全天下 不就能够营造人间净土 世界大同了吗 无极皇母唤醒天津玉世人 从经义客颂上获得法语滋润也好 从解的文章上体会经文也罢 均是希望以各式各样传媒唤醒园林 去除遮蔽 才能早日回乡面目 了拖轮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众 以气天心 目前 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 正在募款新建灵霄宝殿 期望众人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相关资讯可致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